近日,一个26岁的日本地下少女偶像走公网络 她夸张的尖下巴和卧蚕引发了网友的吐槽 该女子梳着双马尾,穿着十分粉嫩的衣服 但脸却长得有些着急 网友纷纷吐槽,26岁,说56我都信 觉得这个卧蚕像给下眼袋里装了一只蚕 下巴怎么突突了一块,是走位了 这是整容失败吗 近日,关东高中校花大赛在东京四谷举行 鱼谷美续从一千多名候选者中脱颖而出 夺得最美校花桂冠 相对此前曝光的关西高中校花 关东高中校花的颜值明显较高 但也有网友发现他们都带着美瞳,装很浓 相对于中国校花的清纯 日本校花明显比较时尚,摇眼一些 但也有网友吐槽,不带美瞳会死行人 从决赛选手的定装照来看 日本校花基本上都染发烫发 他们的妆感都比较强 跟中国这些清纯的校花相比 难怪会有网友吐槽了 近日,一个26岁的日本地下少女偶像走公网络 她夸张的尖下巴和卧蚕引发了网友的吐槽 干女子梳着双马尾,穿着十分粉嫩的衣服 但脸却长得有些着急 网友纷纷吐槽 26岁,说56我都信 觉得这个卧蚕像给下眼袋里装了一只蚕 下巴怎么突出了一块,是走位了 这是整名失败吗 近日,关东高中校花大赛在东京四谷举行 鱼谷美续从一千多名候选者中脱颖而出 多得最美校花贵官 相对此前曝光的关西高中校花 关东高中校花的颜值明显较高 但也有网友发现他们都带着美瞳,装很浓 相对于中国校花的清纯 日本校花明显比较时尚,谣言一些 但也有网友吐槽,不带美瞳会死刑人 从决赛选手的定装照来看 日本校花基本上都染发烫发 他们的装感都比较强 跟中国这些清纯的校花相比 难怪会有网友吐槽了 公司亿 秀存 秀存 秀存